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最快24号开始排放核处理水 营运辅导第一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 已经公布排放计划 首播预计用17天将总量约7800吨的核处理水排放入海 流亡海外15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欣 22号回国抵达曼谷后立即入狱 但入狱仅仅一天 就因为患有多种健康问题 从监狱转移到一家警察医院接受治疗 俄罗斯当局23号表示 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破坏了市中心商业区移动建筑 这是俄罗斯首都地区连续第六晚受到空中攻击 随着乌克兰部队发起强烈反击 乌俄战争陷入僵局 四名意大利游客最近在阿尔巴尼亚的餐厅吃霸王餐 引发当地媒体大肆报道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在得知消息后 下令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替这些蠢蛋负账以平息争议 是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